大家好,很多人的苹果6手机升级之后变得非常的卡顿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小技巧是 只要我们打开设置的这两个开关 它可以变得非常的流畅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打开设置 然后我们找到通用 这里面的辅助功能我们点击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减弱动态效果 我们打开 我们将这个开关打开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减弱我们的界面的动态效果 从而提高我们的手机运行 然后我们返回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后台应用刷新 在这里我们只需要将微信以及支付宝常用的软件打开 其他的软件全部关闭 这样的话就会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手机的运行速度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这个小技巧可以帮助到大家更多精彩 请关注联动生活 再见